张可怡这个曾经红透半边天的名字 却突然在演艺圈消失了一段时间 旅船被夜内封杀 张可怡近日接受采访 回应了自己但初工作的原因 并非被封杀而是病了 张可怡表示他一直有情绪问题 很容易就失控 自己却后知后觉 找了医生才确诊假装腺病这种疾病 会导致情绪失控和耳蒙分泌偏差 因为从小就没人指出他的问题 所以不认为是一种病 以为情绪失控只是心理问题 只要早睡早起 读运动就能包治百病 但其实一样会罗你命 张可怡直言自己不会随便对人发脾气 但会自我折磨 不断困扰自己 笑称就像神经病一样 可能是演员的通病 但很多人演技比自己好 却不会情绪失控 生病之后 张可怡开始精心修行 休息了一段时间 也吃过西药但没有效果 反而因为药无副作用 导致相貌改变 严重影响他的生活 心肾饱受打击 看了两三年的医生 病情不见好转 医生说严重的可能要吃一辈子的西药 陷入人生低谷的那段时间 张可怡曾经想过自杀 要不是天生乐观 可能早就死了 张可怡最后用赌徒心态去尝试弃功 没想到会击败病魔 孝春自己重新站起来了 理解过去是自己跟自己勾气 一直以来 张可怡被传口无遮拦而被封杀 他与萱萱 蛇尸曼里传不合 劳死不往来 据港媒4月2日报道 张可怡采访中否认此事 指出完全就是娱乐新闻 他以前也爱看八卦 他和萱萱根本没有气到打架 自己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原来两人当年拍摄男兄难弟传出不合 有传是张可怡经常迟到托慢拍戏节奏 张可怡则反击说 萱萱经常大笑 采与之势不了力 但其实 两人早就和好如初 2019年曾在后台拍合照 另外 张可怡还和蛇尸曼传出不合 二人拍摄金之玉涅时 疑似因为张可怡临时加戏 让蛇尸曼不堪 两人也不再合作 张可怡直言 大家想象力太丰富了 其实女演员忙于拍戏 陪家人的时间都很少 根本没功夫去斗来斗去 她和蛇尸曼 萱萱私下都有见面 笑称没有兵和来兵式前嫌 据悉 张可怡已经逐步复出 出演临时结案 取得不错的票房成绩 现年54岁的她保养得不错 港媒表示她本人很漂亮 皮肤状态根本不需要涂 中文字幕博热 中文字幕华